比如他填的东西,填到哪里?填到TST01 有没有,这是02,所以特别注意 将来使用者输入的都会根据上面这个名称 去抓到里面的值 那里面的值,它有个属性叫Test 所以在身份字号就是抓什么? TST01.Test 这个是TST02.Test,依此类推 那这个是CB01.Test 那我们需要新增 新增的时候可能会需要注意几件事 第一个 我如果当我这个使用者 他填的资料,四个都有了 那我按下新增,我应该做什么? 把它这四个东西 分别放到 这个清单里 这个 这个资料里面的最下面一列 所以我第一个需要知道什么? 需要知道 我目前已经写到第几列 但是我最下面那一列还要 把它加一 所以第一件事情 知道最下面一列 再加一列 取得什么呢? 三十二 三十四 所以我知道三十四 那我将来可以写到哪里呢? 写到 这个工作表 里面的 这个三十四列的 A欄 这个储存格 放什么? 放身份证字号 这个是放什么? B欄 放 姓名 再来就放生日 然后 年龄的话 是要自己 自己把它算出来的 再来就是户籍 户籍也可以 户籍的话呢 就放在 A B C D 放在一栏 OK 然后再来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 我记得好像 还有一个是 这个 符合条件 不符合条件 那 可是问题 这四个应该比较简单 因为是这四个是从 元件上面就产生的 可是这一个 Dedif 跟这一个 它是公式啊 那如果将来我丢的话 我要怎么丢呢 其实也很简单啦 我们 除了可以丢什么 丢资料之外 可不可以丢公式 当然也可以啊 不过做法上面怎么做 我先demo给各位看 这个是最后做完的 你也可以直接 点一下表单 按上面的执行 最后的结果类似像这样啊 我输入一个 F123456789 OK 然后名字叫什么 名字叫 某某某 好 生日的话 我随便打一个 户籍地 我打一个 选一个 OK 那应该怎么 新增 跟没有发现 非常的流畅 不过可能还没完 还没有完啦 因为这个应该是 新增完这个应该把它清空才对 我没做了 后面还有什么 房呆的 也要在 防止错误的 也要再把它做 不过 可能那个部分 留给各位啦 你可以把它弄得完善一点 那这个就是一个会员系统 OK 资料就写在 Excel里面 把Excel当资料库啦 OK 这很简单的东西 那不过呢 这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当我按一下新增 其实没几行程式啦 只是说这个东西 你要发挥你的想象力啦 然后还有就是说你用理解的啦 你也不要说 死背他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对应的关系 都不是说 我去背 把它背出来 所以按新增的时候做什么 点两下 他会自动带出有一个事件 叫B01 被什么呢 Click Click就是一个事件 当这个事件 就是当使用者 点他一下 你做什么事 1 抓到这个范围的 最下面一列 所以这个范围 特别注意 一定要指向 因为我们现在是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 第一个 你要先告诉他说 你的工作表名称在哪里 所以呢 去此 综合练习2 点 去追踪 A4往下追 追完之后呢 我会知道说呢 这个范围的最下面一列 是在34好了 那你必须怎么样 再放到35 所以变成加1 这个好像前面有讲过啦 差别是说 我 之前 没有加上 工作表名称 不过如果你确定说 他一定是在这个工作表名称 你就可以不用加这个工作表名称 不然的话 很长一串 第二个的话呢 把 我们在 表单里面的 TST01的 TES 放在哪里呢 放在A栏 所以其实就是这个啦 前面这个是工作表名称 放 B栏 放 C栏 这前面应该都没问题啦 有没有 三个 一个萝卜 一个坑 我就把这个东西放到 123 好 那可是 比较会有问题是什么 会有问题的是这个东西 我的 D栏 那问题怎么样 我必须把这个东西放到下面来 可是问题 其实 最大的不同 你会发现 这个为什么自动产生 其实 你可以比较一下 他这个储存格跟上面的储存格 有什么地方不同 我这样看好像会多一个这个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 干脆说统一好了 统一 假设 因为我程式里面是有多一个这个 假设这两个都 都是有那个 锁定符号 然后类似上这样 那两个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就是什么 列号不同 有没有 这个是34列 那应该下面这个是什么 35列 所以呢 基本上列号呢 就是从R就可以得到了 也就是你将来是不是 追踪到哪一列 35列 那你将来呢 只要把 这一个公式里面的 这个地方 改为什么 改为R就可以了 可是问题 这个R不能直接放进去 必须要切割之后 再放到中间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概念 其他 还有第2个 如果你要输出的是公式的话 里面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记得 要把一个 变成两个 变成两个 这个是 规则啦 这个没办法变的 所以两个地方改一下 你就可以输出了 所以呢我把它改完 假设我今天 上面的公式这个 我把它复制一下 那再来就是说呢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要把它放到我的什么呢 我的D栏里面 那这个因为我已经写好了 我把这个改一下 D栏里面要放什么呢 基本上把它贴上 贴上之后 先做第一件事 一个双引号改成两个 记得喔 是 在这个里面的双引号 有没有 把Y的地方 改了两个 规则一 规则二呢 把34这个地方 把它放成R 那可是特别注意喔 你如果把R放进去 需要做E 因为它本来是一个完整的字串 头跟尾 那你如果要把R放进去的话 你需要把它切开来 所以切开来必须给 前面的双引号后面一个 这个是给前后的 然后再加一个 这个是给后面的 它就变成这个一段 这个一段 分成两段就对了 但是呢 这两段要接在一起的话 必须用什么 AND AND的符号 这个是串接符号 那中间呢 你再加个R 再加个R 不过特别注意喔 在 ECL里面不用空白 可是在VBA里面特别注意 如果你看到AND的符号 请你前后 都帮它加个空白 这样就完成了 只是说 规则就是这两个而已啦 没有很多 那这个规则如果你记下来的话 以后 所有的ECL本身的公式 通通可以加到什么 加到你指定的储存格 它都可以执行 OK 这两个规则啦 那这两个规则 我在 我们的那个 云端白板里面 好像有个地方有写到 以后还会再用到啦 我先跟各位讲一下 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边是 一个双银号改两个 另外就是说把中间 那个会改变的利号 改成你要改变的那个变数 OK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直接输出 我的生日就完成了 好 然后再来就下拉清单 这个下拉清单丢过去应该没问题 再来就是安养中心那个 那安养中心的东西 也是一样要把那个 我这边是把它写成什么 我这边是用什么安养中心函数 那这个地方 我是直接给 直接引用什么 引用我们之前写的那个函数 这个函数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里 安养中心函数 那特别注意 这个方选 不是只有在 插入函数可以用 我在表单里面可不可以用 当然可以用啊 安养中心函数 他要呼叫 我们刚刚写的那一个 但是你必须给他什么资料 给他两个资料 哪两个资料呢 我这边 干脆把后面delete掉 刮胡 他会问你年龄 那年龄在哪里呢 年龄要不你就直接 直接从 这个上面去抓 要不另外还有个简单的方法 干脆在表单里面抓 表单里面哪一个是年龄 好像没有年龄 所以这边抓不到 那怎么办呢 就必须 直接从那个 我们 输出之后的 就是这个 这个 出生格 那一样是什么 哪个工作 一定是低栏的资料 另外还要给什么东西呢 除了 生日 年龄跟什么 他的户籍 所以就是低栏 跟一栏 那也就是说后面的东西呢 我就加上低栏 就是 一样是这个工作表 的低栏 跟 这个工作表的 一栏 OK 然后给这个两个资料 他就里震过来 所以基本上 我是利用那个我们写过的那个安阳中心函数 就完成这个部分 那这一题稍微 就比较难一点点 OK 那请各位 这个地方 再 试试看好了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做完了 那 基本上 你就可以直接输入 你要输入的资料 他就自动会帮你产生了 好